大家应该都知道发鼓励其实是有两种 一种是现金鼓励 另外一种是股票鼓励 那海星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 我自己比较喜欢现金鼓励 为什么? 因为现金鼓励就跟字面上的意思一样 就是公司回馈给股东的是现金嘛 那股票鼓励回馈的是股票 直接发钱感觉还是比较让人开心的 平貌集不一样 对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 ETF只会发现金鼓励 没有股票鼓励哦 就像我们从第一集就在做四档ETF的定期定额实验 那那个时候都会跟听众说 我们的股力会再投入创造复利 这边说的股力自然就是指现金鼓励 四档ETF分别是国泰永续高股息 元大高股息 元大台湾50 还有富邦台50 他们都会配息 有季配也有半年配 有殖利率高的也有普通的 不过如果常常关注他们股价的听众 可能会觉得奇怪 怎么有时候股价会瞬间蒸发 直线坠落掉了好几块钱呢 除了ETF当然还有一些高价股可能特别明显 比较起来觉得哇跌了 好大一段 那这就跟除全息的秘密有关 那在正式开始介绍之前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是所有投资人都应该要知道的 不论企业发的是现金鼓励 或者是股票鼓励来回馈股东 你持有的资产总值 其实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对 虽然除全息常常合在一起讲 不过其实这里面包含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除权 另一个就是除息 现在说跟大家最有关 也是一般人最喜欢 就是属于领钱的一类现金鼓励 刚刚有提到公司发钱给股东嘛 这个叫配息 但资产分出去市值会减少 所以发现金鼓励之后 股价要经过调整 这个过程叫做除息 除息的计算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除息参考家 会等于股价减掉现金鼓励 举个实际一点的例子好了 假如我今天跟海晴 决定要开一间公司 就叫做不管啦 给我钱有限公司 或者我们发行一张ETF代号 就叫他0087 好像一点都不实际 怪怪的 这间公司 假设它的股价是100块 那我们决定开个股东会 今年发9块钱的现金鼓励 还不错 值利率高达9% 这样你知道 投资人很开心 新闻媒体也都会报道 对 那么经过除息的话 除息参考价会是几块钱呢 投资人又能够领到多少钱 相信大家心上都非常的厉害 套用我们刚刚的公式 股价100元扣掉现金鼓励9元 就会等于91元 股票的最小单位是一股 发9元的现金鼓励意思就是 我们每持有一股 就能领到9块钱 如果我持有一张 也就是1000股 不管啦 给我钱有限公司 或者说叫他0087的话 那就可以领到9000元 也就是1000股乘上9块钱 等于900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配息的背后有一个秘密 就是不管是股票 或是ETF都一样 发现金鼓励的这个过程中 我拥有的资产是并没有改变的 没错 配息前我持有一张股价100元 等于资产是10万元 也就是1000股乘上100块 那配息或者说除息之后 变成股票价值9万1000元 也就是刚刚说的91块 1000股乘上91块 但是我另外有拿到现金9000元 所以91加9000元 我的资产还是10万元 再来就轮到 比较复杂一点的股票鼓励 公司发股票或者说股权给股东 这个是股票鼓励 也称为配股 公司如果把资产发出去 那市值会减少 不过如果是发股票 那钱就还是留在公司 只是流通在外的 总股数是增加了 所以股价也要跟着调整 因为市值本身并没有改变 这个过程叫做出权 除权的计算方法同样比较复杂 我们要知道股票面额 台湾绝大多数的企业股票面额 是一股10元 那我们就套用公司 除权参考价等于股价 除夸号一加股票鼓励 除股票面额 你知道我的数学已经还给数学老师 人生最巅峰的数学能力 应该是在直考的前夕 小资族 社会新鲜人 想要变得有钱吗 那喝果汁就要喝rich rich喝了让你更rich sunkits rich 浓郁苹果活力 滴滴香浓 口感丰富 喝下的每一口 都犹如现榨水果般 鲜甜盛口 两种风味 特选五大水果好滋味 轻松把水果喝好喝满 告别选择障碍 不管拉给我钱 真心推荐